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 住在海外联赛的前NBA球员 未来有机会回到NBA吗 那么只说错了地方 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影片开始前一样和大家说一下 那就是冠宇终于开设了IG账号的脸书主页 希望可以有一个更贴近的渠道和大家一起聊球 一个更直接的渠道收取建议和反馈 甚至说NBA的一些新闻不足过素材做成一部影片 但冠宇很想聊一下 所以本来就没有为了影片时常应是惯水的习惯 会直接在IG账号或是脸书主页写一些小小的看法 或是不定时透过先动让大家了解一下影片进度等等 我会把IG账号脸书主页的链接放到资讯栏 还希望大家点击去帮忙追踪关于聊球的IG账号以及点赞脸书主页 非常感谢你们 好的回到影片的部分 继续上一部影片我们聊了一些在CBA联赛打得表现很好的取缘以后 今天我们接着聊下去 就如标题所写的 今天我们会把海外联赛的部分在一部影片都补完 当然CBA的部分就不会出现在这部影片了 毕竟已经单独做一支影片来讲了 所以像是欧洲联赛 台湾T1联赛 这些都是会纳入到这部影片的讨论范畴以内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影片正题 那么第一个就是Dryhaven 目前是在台湾T1联赛为桃园云抱对效力 就在三个赛季前 Dryhaven还是一支总冠军球队的替补中锋 而且很确定的一点是 他当年在扛Nikola Jokic的功劳 胡仁队绝对没有人做得比他还要好 是胡仁队当年在泡泡园区可以赢得总冠军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大家会不会很好奇 Dryhaven为什么就这样单独MBA了呢 真的是因为退化的问题而已吗 说真的 连迪Andre Jordan都还能在联盟打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名2004年的选手状元 曾经巅峰时可以说是联盟最好的中锋 曾经赢得三四年度最佳防守权的肯定 若选八四年度最佳阵容 五四年度防守最佳阵容 八次全明星已经赢得总冠军的他 就这么单独联盟了 真的仅仅是因为退化了吗 可能有球迷会觉得是因为Dryhaven的尊严和个性 但就我个人的看法 可能早期还可以说 但这一点在他2020年回到胡仁队以后 基本可以说是很难成立了 因为的确在第二次回到胡仁队以后 Dryhaven就是很人分在完成自己厂商的工作 也没有像是过去爆出什么希望成为核心等等这样的消息了 所以会当初联盟的原因 最主要还是在于联盟囚风的改变和伤兵因素 自从火箭队时期以后 Dryhaven几乎可以说是联盟中的流浪人 分别为老鹰、黄蜂、巫师征战 然后第二次回到胡仁队赢得总冠军以后 又选择加盟了《非诚七六人队》 之后算是不理想的赛季以后 Dryhaven又回到胡仁队 只可惜这一次以后 胡仁队将他放走投入自由市场 因此Dryhaven与其在联盟边缘游走 他选择加盟台湾T1联赛 而来到这一边很明显所遭遇的大约完全是巨星等级的 这里顺便补充一下 一般来说台湾T1联赛在千万元的单月薪资 是不能超过两万美金的 但也有一条规章是说 倘若球队欠下不符合薪资规定的球员 球队需要主动申报 而联盟精神已通过方可签署合约 在桃圆云豹队和联盟申报以后 联盟是开了特例 让桃圆云豹可以给Dryhaven开出高达一千万的薪资 而Dryhaven的到来也和大部分球迷预期的一样 在T1联赛的强度下 Dryhaven即使已经是38岁了 但也是打出了主宰力 首次又便得到了38分25篮板9足弓的准大三元 整个赛季下来 场均可以得到23.2分16.2篮板5足弓 怎么看都是一组明星的数决 也因此让Dryhaven入选了T1联赛的全明星赛 最终全场得到37分当选T1联赛的全明星赛MVP 说真的 本季Dryhaven几乎可以说是拿下了不少T1联赛的肯定 比如年度最佳外援 入选T1年度第一队和年度防守第一队 所以Dryhaven应该可以算是主宰海外联赛的代表之一吧 虽然因为膝盖上时打的比赛很少就是了 而既然表现这么好 Dryhaven未来还有机会回到NBA吗 我个人觉得基本不可能 尤其在联盟市场中目前蓝领中风还不算太缺 说实话球队都应该会更倾向不禁民主在当打之年 并且战力明显还是属于NBA层级的球员吧 再来我们看看欧洲联赛的部分 注意除了美国以外 欧洲联赛的强度几乎可以说是远超其余联赛 因此加入一名拳在欧洲联赛能打出中上水准的表现 说实话也不会比那种在其他联赛打到顶尖的球员要差很多 那么前NBA球员目前在欧洲联赛打的算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其中一个就是2013年被拦用对手轮第18顺位选入 但随其交易走到独行下的Shan Lockheed 走在联盟斩转的四个赛季 在NBA生涯场卷仅能交出5.5分2.9助攻的情况下 最终淡出NBA 因此他也选择前往欧洲联赛 并成为欧洲联赛中顶尖的球员之一 欧洲联赛生涯开启资金场卷能有14.8分2.6篮板4.5助攻 可能球迷看这一组数据也没有觉得有多么惊艳 但实际上欧洲联赛和我们一般看的NBA也好 甚至其他联赛也罢 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帮大家更快抓到一个概念 现如今欧洲联赛的得分王是一场军17.65分高居榜手 因此这么看Shan Lockheed的14.8分 其实场军得分也算是蛮高了 在欧洲联赛征战 Shan Lockheed除了是率队连续赢下了土耳其赛去总冠军 同时像是年度议政 年度恶政这些肯定也都赢了不少 那么球迷可能会比较关心的问题是 现如今处在当打之年的他 未来有没有机会回归到NBA呢 我个人的看法 他是有机会的 然而问题处在他是否想要 倒也不是说他不想回到世界最高的篮球殿堂 只能说现如今他在欧洲联赛真的是闯出了一片天 回到NBA以后他顶多也只会是恶政的出院 况且我们从合约的角度来看 也实在没有回到NBA的理由 回到NBA最好的情况或许零个迷你中产就是最好的情况了 虽然我个人是觉得底线还比较有可能 但现如今在欧洲联赛 他的合约是400万一个赛季 所以Shan Lockheed没意外我们应该是看不见他回到NBA了 同样也是空位 在欧洲联赛打的同样不差 还有球迷相当熟悉的前绝境队球员Fakundo Kampazo 在绝境队打了两个赛季以后 Kampazo在成为自由球员以后选择和独行侠签下一份底线合约 最终在紧打了八场比赛的情况下 就被独行侠拆掉了 来到欧洲联赛 Kampazo直接交出了接近顶尖的进攻火力 场均数据于14.6分2点主栏板6.3足弓 一样的 回到欧洲联赛的Kampazo 直接率队赢得塞尔维亚赛区的总冠军 而刚才这么讲下来 大家可能会发现Mouse都没有怎么强调到他防守端的部分 但这不代表他这方面不强势 虽然说身体条件所限 他确实不会在比赛打出一些思觉冲击力比较强的回合 但他在求落点的预判 以及在切断传球路线这方面更是展现了他高球上的属性 并且是本季赛尔维亚赛区的抢端王 那么Kampazo还有机会回到MBA吗 我个人的看法 同样有机会 只是问题在于回到MBA以后 他是否有出场机会呢 过去在绝星队球迷会对他相对比较熟悉 是因为他场上的拼劲 并且贵根到底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更多的出场机会 毕竟当所绝星队的后场主力球员叫Mamuric赛季报销的状态 所以现如今即使在欧洲联赛打出算是顶尖的表现 我个人觉得回到MBA以后 Kampazo一出难逃辛苦几近轮替的命运 而看了两个后场球员 我们来看看前场球员的部分 同样还是欧洲联赛 这民权在欧洲联赛的表现可能用主宰一次来形容会有点不太准确 但要说是欧洲联赛不差的球员 绝对没问题 那就是2017年赤隆第37孙为绿山军选入的Semi Orgeley 虽然欧洲联赛场均仅有10.5分3.8篮板 以欧洲联赛的标准来看真的不算出色 但为什么还是会放进来一起讨论呢 这就要提到Semi Orgeley在MBA的时候了 大家能发现 赤隆选金的球员一般来说要么就是技术相当弱 或是能成长的空间没使用多少的大灵星秀 或也可以被理解为基战力 而Semi Orgeley当时候投入选秀的时候 甚至可以理解是整体技术相当深色 感觉就好像什么都可以做一点 调到次轮也不足以期 进入到MBA以后 Semi Orgeley比起说进攻端 防守端才是他在场上最大的价值 他不宜有限在Williamson那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的风改 他还没有像LeBron James那种聚貌能力 但他的防守就是很扎实的那种 真的会给对手带来压力的 比如曾经在17-18赛季律山军对阵雄龙队的季后赛第五战 8场卷26.9分的子母哥 收到全场只能得到16分 因此拿下了关键的第五战 并最终成功晋级下一轮 在欧洲联赛增长的他有可能是强度降下来 也有可能真的是有成长 但Semi Orgeley是能看到有进步的 未来他还有没有机会回到MBA 我个人是觉得偏难 毕竟在4号位算是偏矮的身材 贫弱的左手进攻能力 以及全球17颇受过兵的弹跳和爆发力 这些依旧都是明显的缺点 但之所以不敢一扣咬顶 是因为来到欧洲联赛的他 万线投赛明显迎来了进步 所以就看有没有球队愿意抛出橄榄子吧 那么刚才讲的都是球员被迫离开MBA加盟海外联赛 然而有一名球员确实在当打之年 明显有球队追逐的情况下 自己选择转战海外赛场 那就是Nikola Mirotic 这名球员基本上都不用讨论有没有机会回到MBA 不过他对于欧洲联赛的主宰力还是蛮值得讨论的 Nikola Mirotic在MBA的最后一个赛季 分别为蹄虎队和熊鹿队出战过 整个赛季场均有15.2分 7.4蓝把1.2助攻 说真的当时候如果选择留在MBA 他应该不至于拿底薪 并且当时有消息说其实有不少的MBA处队 包含绝食 7路人队活在队等等有兴趣欠向Nikola Mirotic 但在明明还有机会继续挣扎MBA的情况下 Nikola Mirotic却选择了离家更近的欧洲联赛 并以2600万的薪资回到欧洲联赛 说实话这个薪资也不算过分 Nikola Mirotic还在当打之年 并且在MBA都能交出高效率的得分表现 可预期的是回到欧洲联赛对于比赛的影响力是非常显著的 而Nikola Mirotic也没有让球迷失望 回到欧洲联赛的他真的是打出了筒子里 比如西班牙赛区的MVP FINALS MVP 欧洲联赛MVP等等大奖项都收入会下 因此也算是正在主宰海外联赛的前MBA球员 追剧代表新的例子之一 好的那么关于主宰海外联赛的前MBA球员 未来有机会回到MBA的资料 整理的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好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这几人中谁是只有机会重返MBA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求让我找你们的想法 另外喜欢本期影片也不妨点下超级感谢支持我呀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